今天近周刊又洋洋洒洒写满了 好几篇柯文哲故事 说是他在当党主席的时候 其实有要投资媒体 违背自己说要退出党政军这样的承诺 我们先来看看周刊是怎么报道的 说是啊 他对外讲说 我对于党的资金金流 都不了解 都给其他人做 其实柯文哲他掌握民众党四大金库 而且都是他在调度 他在指挥 说是他有骂 骂这个民众党里头的人说 你花78万去吃饭交际 太浪费了 很贵 可是同时买了4300万的商办 都是他在后头操作的 另外说是啊 媒体都不站在民众党这一边 所以柯文哲偷偷的 只是说我资金给新媒体 我这个要参股新媒体 豪杂豪奢的大砸了100万 我刚想说100万是不是写错了 豪杂爆砸100万 参股产赔6000万的新媒体 据说有一个新媒体 因为赔了很多钱 就说大家来资金我 柯文哲大笔一挥给了100万 可是其实了解媒体运作的人 都知道100万真的是小吃麻 丢进去就没了 这个做不了什么事的 我们在看包括民众党有声明说 不是没有这回事 就是科幻报导 说静周刊在做梦 在做科幻报导 而另外我们看到 包括静周刊的所谓独家报导里头 还讲到了沈庆经 威京小沈说是 他有一个司机 那手中有很多沈庆经的料 包括曾经带印 不知道是谁 咪不知道是谁 还有某个名嘴女开房间 那这位姓沈的司机 洋洋沙沙写了很多 说这个有很多这个暧昧的事情 还有很多金钱的事情 可是我们查了一下 沈庆经之前有去报案 这个司机离职的司机 曾经恐吓他 后来也被判刑 判三个月 所以这个周刊的这个报导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来自于谁 总之看起来有人想要毁科 那就说是不是 我们的赖清德总统 在两年之内 想要把科给毁掉 完成他自己的这个继任的大业 就是在连任的大业 不过有时候也很心酸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都市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 好像下场就不太一样 结果也不太一样 就拿台南来讲好了 好多光怪陆离的事情 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的新闻报道 以及事实 结果都停在那儿 不动了 不知道后续的侦办情况如何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这件事情好了 这是媒体人毛家庆 他去检举的 他说台南在赖清德担任市长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叫做南铁照顾住宅 它的容积率其实也飙升 昨天我们也报道了都发局 还有中央也说这都符合法规 而且这是弱势 因为这个照顾住宅 所以这一切合法 这跟金华城完全不一样 不过我们再细看 大家来细看进去 今天有更多的资讯被揭露 包括当初飙到这个所谓 南铁照顾住宅的厂商 这个建商是复利建设 他的董事长陈聪图 在赖清德竞选市长的时候 曾经捐给他410万 所以如果你连一下 我们看到国民党就讲了 当时远雄跟复利建设 都有参与来投标 投这一块 所谓的这个容积率飙升的 南铁照顾住宅 可是远雄他的标价是5.75亿 那复利德比较低 他是5.27亿 少了5000万 可是最后却是由复利德得标 所以国民党质疑说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是各种的 他有抖内过 过去这个董事长 是不是跟赖清德比较好 所以才得标呢 不过我们也去看了一下理由 台南市那时候是说 复利建设的品质比较好 复利建设的品质比较好 南市的都发局也讲了 对于环境冲击影响如何如何 所以他们最后选了复利建设 只是有时候就是 像这样子的金流 我们看到柯文哲的案件里头 也有很多 如果你斗内如何 那可能就是土力厂商 所以土力这个模糊的空间可能比较大 我刚刚讲台南发生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 我随便点一下 大家就知道 也可以想得起来 包括陈宗燕事件 小云有空吗 现在看起来也停在那儿 陈凯玲光天案 好像也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讯息了 包括卢渣案起诉 吴夏文 林世杰枪杀案 那时候叮叮叮叮 也是很恐怖 现在不知道凶手是谁 也查到哪儿不知道了 雪甲88枪案件 也有很多的怡云 以及丘利利议长的会选案 无罪 好多的问号 好多的未完待续 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积极 至少跟柯文哲案 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积极 所以大家再来看看 包括有各种的特定的补助 拖欠的21.6亿回馈金没有给 这是森霸电力 森霸电力 包括台南市六名绿营立委 分为四名是赖系 两名非赖系 其中非赖系的陈廷飞 他一直在查这件事 因为他这个电厂一起 少给21.6亿元的回馈金 可是其他的都没有 好像没发生这件事一样 其他的立法委员都没有在管这件事情 某议员的助理就说 在台南的政商关系 新潮流的赖系民贷 的确比较容易获得各种资源 你这个大概就知道了 高下立判 谁比较获得关爱的眼神 林乙景 林乙景 大家知道他涉嫌这个助理费诈领案 可能已经get out了 可能就game over了 那现在地方盛传 可能会由林飞凡来接他的选区 观众朋友 林飞凡这个当然是新贵 可是这个选区一度有传出 是会让李俊逸来选 为什么 因为李俊逸 他本来内定要当台眼董座 后来台眼董座的这件事情 这个夭折了 没有办法当了 那是因为妓棉 卖药的这个妓棉 好像跟赖总统讲了一些话 李俊逸没了 那现在台南立委看起来也乌原 真的是有点唏嘘 来 请教雨萱 我先讲林飞凡好了 因为林飞凡这个人的人格特质 他有点公子哥 他那时候光去选 就是跟我们这个 原本差点跟我们洪伟杰选 对不对 他其实在党内 他自己都抱怨一大堆 就爱选不选的 所以你说这个公子哥 他会放着高薪不干 然后南下去台南选举 我觉得就算赖金得有这个意愿 他可能也会摆盘推脱 我不相信这个人 会跑到台南去选举 即便说他可能认为 躺着选选得上 可是台南随便一个西瓜 都选得上 对 但他不一定想待在台南 对不对 他搞不好想要待在台北 他搞不好想要领高薪 想要在中央当高官 他不一定愿意 弯着腰去下面跟这些选民去互动 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林飞凡这个人最早他什么派系 他其实最早他是比较偏英系的 但是他就是在赖金得跟 蔡英文之间两边游走 游走游走着 你看有一个人叫林赫明 林赫明后来他就是完全偏英 是不是后来就直接就GG再见了 下课 下来一鞠躬 去民间去干事情 林飞凡这个比较像上述大人 他这时候还可以玩过来 但玩过来我就说 他有没有真的深入核心到 如林仪警对于赖金得之间的概念 我觉得还不到那个程度 赖金得对他的信任 可能就停留在民主大联盟 这第一件事情 这第一件事情 因为他就说赖金得两年 是要把柯文哲消灭 那我跟我讲 各位这不用怀疑的 这是真的 这反正不用怀疑 因为我讲给你听理由很简单 赖金得他今天叫什么 叫双少数总统 一个叫做是立法院少数 一个叫做总统的40% 支持度少数 但理由很简单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 他跟蔡英文之间的 817的差距在哪里 年轻选票 中间选票 年轻选票跟中间选票去到哪里 就去到了民众党 去到了柯文哲的身上 所以对于他而言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他一定会要把这个 年轻选票给拿回来 各位这是无庸置疑的 好不好 连想都不用想 但是现在今天的问题是在于说 今天周刊这个爆料 他说媒体我跟我讲100万 100万你知道可以干嘛 一个礼拜的节目都做不了 100万一个礼拜的节目都做不了 好不好 那没有办法的 是他讲说媒体大亨什么的 我跟你讲你一码归码 你今天要跟我谈说 柯文哲的心流 比如说检调 他今天检察总统长 去主动去号令 去谈说他收我到什么地步 我没意见 但你今天要跟我讲说 柯文哲要去介入媒体 这一看就知道外行话 你知道为什么吗 第一个赔6000万的 就不叫大亨了 6000万叫产赔的 就不叫大亨的 你对我们这些电视台 各大老板 我都不讲名字了 都一来一辆的 做媒体本来就很难赚钱了 他主要的看中的 不是他的商业行为 也不是他的广告收入 而是他所带来的共犯效应 以及他的实质影响力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跟我讲说 一个新媒体会赔6000万 然后会让柯文哲插购 而且还说砸100万 好大 吓死我了 我讲绝对不是大亨 好不好 那绝对是我们讲不知道 莫名其妙的什么网路媒体 跟柯文哲只是跟他 异界合作而已 好不好 而且这个东西跟本身的案情 我觉得他的关联性甚低 但我最后补充一点 神经经个人的烂事 我跟讲也不会插这一桩 他自己也无所谓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你去讲神经经爆料或什么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是不是柯文哲连续剧 一直要演下去 没有料也要刻意 来找材料写 其实今天看到的 《镜周刊》这个爆料 我还满失望 就是他已经没东西写 只好就把一些成年烂芝麻的东西 拿出来乱凑一凑 这真的还凑得蛮好笑 首先就是他里头 提到好几个人我都认识 有一些甚至以前是我同事 名嘴吗 所以我觉得很好笑 我真的觉得蛮好笑 你说这个名嘴吗 就看嘛 待会你告诉我是谁 反正这个本身真的很可笑 就是第一个 刚刚雨萱也讲了 一个媒体赔6千万 就在那边很紧张 要到处找人 找柯文哲来注资的人 这种叫媒体大亨 我也觉得很好笑 然后再来柯文哲 你觉得他脑袋有动吗 人家已经亏了6千多万 你给100万是打算要干嘛 我也不晓得 缴利息 然后你如果自己去看的话 那一家媒体 现在在营运 那一家媒体的 就是他的点阅数或是订阅数 都还比民众资深少 那请问一下 柯文哲买他要干嘛 我就不知道 买这样一个媒体要干什么 所以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那可能是中间牵线的人 有加油添出一些什么东西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媒体 被这个媒体听去 那至于说 这个 这个 沈庆经这个就更扯 请问一下这个司机是什么时候 2013到2016 那津华城案是什么时候发生 2020吧 以后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这司机能知道什么 我就不知道这个时候 他2019年就已经被判刑了 所以他会知道沈庆经什么秘密 他也许知道沈庆经 我觉得简单应该去追什么 如果那个司机讲的那个什么 戴海关疾疫那是真的 你有办法把他追出来 那是另外一个大案子 对不对 那可是跟津华城到底有什么相关 然后至于说那些八卦 什么 什么议员 什么名嘴 还有一个什么咪的 什么开房间 对 那个咪 那个咪其实 他们在影射的是某股东 某股东的太太 真的喔 对啊 待会你告诉我 我就觉得真的 这实在太好笑了 好好奇喔 所以你想想看 当初为什么这司机是直接被判刑 就表示那司机除了嘴巴讲之外 他也拿不出任何证据 对 对 所以那现在他又能拿出什么证据 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种就只是实在牵扯不住的东西 要牵一些八卦出来 那小毛他们去告这个 社会住宅这个东西 我没有什么意见 就是我们最好趁这个机会 把全台湾有问题的东西 都检验一遍 能够证明大家都是清白的 当然是最好 那至于说台南 我真的很希望林北凡去选 我真的好希望 因为我一直想看看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这个真本事 我看他 因为当年他就是在台南直接讲 台南随便弄个西瓜都会上 没错 我来看你这颗西瓜 到台南到底会不会上 他帮黄伟哲助选的时候 是这样讲 推颗西瓜都会上 好 来 好 先讲那个 柯文哲的案情的部分 我觉得现在就感觉是一个 审判柯文哲大戏 现在一直要继续演下去 可是问题是你现在起诉 恐怕因为 大概也只剩下一个多月 但是你现在放给媒体的消息 这个讯息 我觉得开始那个料越来越不足 所以请你们加油好不好 就是你今天拿一些成年老案子 而且其实很多都已经 跟激化城这个弊案 已经完全无关了 就像审刑金他带谁开房间 这跟激化城案情 有什么样的关系 对不对 那更不要说这个司机 他事实上也已经被判刑了 所以你今天在为了要让审判 柯文哲大戏 这个罩子不能冷掉 因为现在所有的亲律的媒体 几乎天天还是继续 照三顿来伺候柯文哲 所以你要提供给他们一个素材 继续的去讨论 可是这跟案情越来越远 这恐怕也只是暴露出 你们现在可能掌握到的讯息越来越少 至于台南的部分 我觉得台南复利建设的部分 其实真的应该要继续追下去 复利建设他的问题是在 当年他去投标的时候 他的投标金额比远修低5000万 但是台南市政府的选择行 请问一下这有没有图例 复利建设的老板 曾经在赖清德选市长的时候 给他410万的政治现金 请问一下是不是他的金主 所以你有没有独厚 你的政治的金主 另外一个 其实这也非常非常值得正义的 这个陈冲突 长期担任你台南市都省会的委员 我就讲过 如果今天让沈庆金去长期担任 台北市的都省会委员 你们觉得民进党的这些名义代表 你们觉得如何 这里面没有图例的问题吗 为什么一家建设公司的老板 可以去担任都省会的委员那么久 长期的求援兼裁判 难道没有图例的问题吗 不能够有两套标准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不管是退回中央政府总预算 或者这些图例的标准 都不能够是绿能你不能 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张哲世宝需要陪伴与照顾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